大家好,我是Stan 5050的搜索公司Attract 今天公开了幕后黑手安森宜 与回归成员Kina父亲之间的通话录音 这段通话录音是在2023年7月16号录制的 我们马上来听一下 第一个是法理的 我们冒出的重播 肯定的对孩子的 孩子在能够好处理 debate 我觉得,他们可以做出什么 能够一起做出的 我们已经超细的 我可以把你拍摄了 我可以拍摄了 我可以拍摄了 最重要的是你会看 因为 因为你用不动的事情 的决定是不动的 但是现在是 论人们的攻击不动 现在是 把营了 社区的 社区的 那是 那是的 现在是 alanta 那是 那现在 你只是 也有什么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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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想要做完事件,就要做一些事情 但是,要做完事件,就要做完事件 但是,现在最大的问题是 可能要被人家的供杂攻击可能会有可能会有的 但是,我们现在不能做的原因 我们在做完事件,我们在推出下去 对于现在,哈성훈的出发, 但是,现在,你从事件上飞到 而是ernen阿龙的生日本月的, 那些月份人都不知道 那些月份的太盒是 那些月份 是有500億美元 那些月份 那些月份 原來是 那些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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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來它 那些月份 後面 在那些月份 如果發生的話, 現在的底堂結果 剪掉了 不一人 那些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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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 comun Grüntius ということ是一切的 那 Shim再跟一輪 永威 如果 Hyntius 就是 那 freaking 那 有 看 那就 有 有 先人家很高います 如果牛仔,你再�네まず一整這個組合 但這ур smiling就是 除了我们其中的通家 另外三者也沒有 一、二集 einem會跟超過一、二集就一塊 Просто五、五億人 чтоб exclus복 不容易 executive 古股相据社會 未来以为大家有决定的刘案 但内部的100多多个刘案是开放了 广泊上的刘案 对于Warner Geebuzz的说 是这样的刘案 这就是Warner提案的刘案 那么Warner呢 是匿训所谓的刘案 所以我非常意味着 我为什么不知不知道 所以我会一旦有个人 我会遇到这些人的刘案 그리고 전 대표님이랑 약속을 최대한 지켜서 좋게 마무리를 했던 상황이었는데 이분이 이런 식으로 더 티하게 이런 프레이드를 할지 저는 이거는 예상 못했어요 이렇게 막 나가시는 분인지는 몰랐거든요 진짜 너무 심하세요 그래서 아 이거는 진짜 미쳤구나 진짜 이 사람은 근데 이걸 언제까지 제가 찾고 있을 수는 없잖아요 那些人家的家庭 应用的期间 我们不能动 因为我们就直接公开 把这些演员成功成功成功 这些演员是深刻的 你什么嘴巴 先前在7月份 全代表就声称 暗森尹和华纳试图挖走成员们 并提出了200亿规模的合约 也公开了当时与华纳高层的通话录音 结果今天这个录音 证明了真的是安森尹在后面搞鬼 Altrex的相关人士今天表示 安森尹煽动旗下艺人们撤销合约 以及提出申请合约重职处分的恶心已曝光 我们将采取法律制裁 不给予任何宽容 将追究无法承受的损害赔偿责任 然后据了解 Kina的父亲一开始也被安森尹扑 认为全代表是坏人 全代表拿到的投资 都会成为孩子们的负债 但是看到安森尹一直引起问题 媒体一直报道学历造假经历造假等的新闻 就开始无法再相信他了 而那个时期就是7月份 所以父亲就将于安森尹的通话给录音了 就是刚才我们听到的那个录音 然后在今年8月 YouTube上一个报道 因为50事件 目前全代表非常困难的影片底下 有过这样的留言 请加油 我是Kina的妈妈 我们会回到全代表身边的 对不起 是我交错了孩子 这里是大天 我在餐厅工作 谢谢您培养Kina到现在这样 真的很谢谢 我都不知道已经进行诉讼了 也不知道其他父母的电话号码 因为我没有钱 身体也不好 当时有谣言说 这是Kina母亲的留言 但是很多人都没有相信 结果通过媒体采访发现 这真的是Kina母亲的留言 也就是说Kina的父母亲 在七八月份就已经回心转意 在法院驳回成员们提出的 专属合约重职处分之前 Kina的父亲就有一直在说服 其他三位成员的父母亲 但是失败 最终只有Kina一个人回来了 然后最近一直在新开设的账号 爆料全代表恶心的 三位成员的立场文 也真的是成员们 与他们的父母亲亲自发布的 我们来看一下 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妈妈的语气 很像什么都不懂得我妈妈一样 所以很伤心 原来是说服成员们两个月 实在不行了才自己一个人回来的啊 看父母的留言就知道 他们对演艺圈什么都不懂 被一个骗子完全受骗 现在清醒了 其他父母们为什么都不能清醒呢 安森尔这真的是人吗 一直以来拿了好几亿的工资 给了他无限的现任 对这样的权代表他怎么可以这样 真的是人吗 三副体什么时候才能清醒呢 如果想要再发表立场文的话 先要解释Sena确诊的谎话 也要狡辩这个通话录音的内容 这次又要怎么强词夺龄呢 现在证据都摆在前面了 难道会开始攻击Kina吗 怎么就好像被邪教教主洗脑了的信徒一样 坚信他们自己是对的呢 要说服这样的他们 Kina和Kina的父母亲应该很辛苦了吧 Kina的风向在韩网有了很大的变化 所以对于安森尔的通话录音 Kina母亲的留言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